大家下午好 我是华人图库的实习记者Francis Tsai 我在Whitecliff艺术设计学院 就读摄影与新媒体大三 那么今天我在新西兰中华传统文化体验艺术中心 进行独家专访 你好 你好 我作为一个在新西兰的留学生 我想问一些关于我们留学生想知道一些 就一个问题 新西兰的政府 或者是政府照着来说 对于明年可能疫情缓和之后 那么恢复一些教育这个产业的一些复苏 你觉得有什么好的方法吗